在值跟量上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大陆的高铁 取得了国际的信赖 据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辽国道节目在这个过程当中 高铁建成以后 与越南人指望的这个日本 来帮忙建高铁的话 居然没有办法达成 一公里都没有办法建成 大陆现在的话 整个东南亚国家 你都不能想象 越南是可能目前为止 没有接受大陆的高铁 可能是没有高铁的国家 让中国广东的东西 向交通方便性 更上一层的煤龙高铁运营之后 象征中国铁路 现在营业的里程 突破了16万公里 其中高铁营运里程 就达到了4.6万公里 是位居世界第一 也超越了其余国家 这个高铁营运里程的 所有总和 所以无论是技术 无论是口碑都足够好 还能做到外销来赚钱 袁老师您对于现在 中国当代铁路发展怎么样 有没有做过他们的高铁 哎呀你真是问对了 我告诉你 我是太熟悉了 我甚至要告诉很多台湾人 想到大陆去 欣赏大陆的 基建狂谋的建设成果 最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做他的高铁 那个高铁的话 分成两种 一个低支开头的 一个是G支开头的 低支开头的话 大概是250到260吧 然后G支开头是高嘛 那个高铁的话 常常我在哈尔滨做过的 从沈阳到哈尔滨的话 是零下35度的时候 啪一路上350公里 我先坦白讲 这个说是大陆的高铁 第一的确认 如果你要建立 对大陆的信心的话 一定要了解说 它在值跟量 量上来讲的话 是全世界的高铁的总和 那么大陆目前为止 这个高铁已经普遍到 凡事你算一下 你要去的距离 是1000公里以内的 全部要坐高铁 方便时间多 而且也比较经济实惠 也比较节省时间 那么这个 尤其是这个 从上海到北京这条线的话 当中经过南京 经过济南 这些你特别了解 值上来讲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品质好 因为4.6万公里 每天高铁的运行 我觉得我们这边 还有人在那边乱讲 什么没有靠背 什么的糊涂八道 我跟你讲 我有时候都不忍心讲 每次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因为我跟大陆人 很多人喜欢 看热闹就问我说 你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我真的都不好意思 再怎么样形容 你知道吗 就是说对于我来讲 大陆的品质高铁来讲的话 定位的方式 12306 非常重要 里面分的话 就是有最重要的 头等的 头等的 然后一等的 然后二等的 都很舒服 但是一等的话 两边各两个 头等的话 一整个车厢里面 就是七八个位置而已 你可以躺平在那边睡 如果你坐高铁的话 坐了五六个钟头的话 就坐远一点 其实我们现在讲的 高铁基本上的时间上来讲 就是三个小时以内的时间 但是也有非常长的 也有非常非常长的 十几个钟头也都有 反正就是说是 大陆都是四通八达 那这里头的话 就是在直跟量上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大陆的高铁 取得了国际的信赖 据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说 就是从老瓜到柬埔寨的时候 就是辽国了 辽国到柬埔寨的 这个过程当中 高铁建成以后 越南人指望的日本 来帮忙建高铁的话 居然没有办法达成 一公里都没有办法建成 大陆现在的话 整个东南亚国家 你都不能想象 越南是可能目前为止 没有接受大陆的高铁 可能是没有高铁的国家 其他辽国跟柬埔寨 都已经开始在运作 一直在通到泰国 西加坡 所以说这个是外销 非常非常厉害 是 我们谢谢游达老师的分享 真的是透过实际的 实用者角度来分享 他在做高铁的这个 心路历程 那我们想 现在中国的高铁 光是在境内厉害还不够 还要积极地做外销 继印尼的亚万高铁之后 从匈牙利到塞尔维亚 这一条凶塞铁路 是要当中国高铁 走出海外的第二条示范样本 也是一带一路的标志性专案 那中国现在建设高铁 我感觉它想给人一种 自己好还不够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格局 而且是首次进入到欧洲 这个背后的意义应该非同小可 我们如果说来看这个凶塞铁路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它是从布达佩斯 然后经过贝尔格勒 一路它就是就这样而已 可是目前已经完工的 也就是贝尔格勒到 诺维萨德这个地方 但是它这个完工 它并没有运行高铁 它运行的还是一般的铁路 也就是现在这个上面的这个机车头 这个机车头是瑞士制造的 那未来看到的就是 大陆的它的一个高铁 会在这整个的运行 就是我们讲到凶塞铁路的 这个线路上运行 但是未来不排除 一路上然后经过希腊 一直到那个地中海的这个位置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欧洲人还在观望 他们觉得说 那个亚万高铁可能是印尼少见多怪 那至于说大陆的高铁 他们觉得那好像是跟那个神话差不多 那可是等到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凶塞高铁完工 然后在2025年 它就会开始运行的时候 他们就会遇到刚刚干哥所讲到的 第二次中国冲击 就是中国可以做出这个物美价廉 然后又高速的这个产品 然后可以解决在这个欧洲大陆上面 运行的真正的 解决这个运行的出行的成本 那另外我们谈到说 中国大陆不只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要解决诡据的问题 我们刚刚讲到说 他们在这个凶塞高铁上 他们使用的是标准诡据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为什么讲整个欧洲大陆 整个欧洲大陆就是蓝色这一块 都使用的是标准诡据 可是俄罗斯用的不是标准诡据 所以他用的是1520诡据 1520诡据也就是说 从中国大陆如果 走它的一个 西伯利亚的铁路的话 它要换轨 但是这个就是中国的能力 以及中国在建构它的标准 什么样的标准呢 也就是它可以自动换轨 也就是以前换轨总是要过个 两三个小时很麻烦 它现在可以在运行当中 它有一个辅助轮 然后让它的主要的运行的 这个钢轮可以直接的对接在 正确的轨道上面 所以这一个就是 后续的中国冲击 也就是从中国出发 一直到俄罗斯 进入到欧洲 全部用一个列车 用那个就可以直接到达 这一个可能才是美国始料未及的 带您一块来聚焦 这个化学元素氢 符号是写作H 是元素周期表当中最轻的元素 但它却能够透过聚合反应 释放巨大的能量 那日本是目前被视为 最积极发展轻能技术的国家 而与其临近的南韩啦 中国啦 或是远在一端的欧美呢 其实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投入 那希望在长途运输 还有钢铁业这些较难 减碳的产业来提供更多的选择 而对待目前的绿色轻能实施状况怎么样 钢哥 绿色轻能为什么重要 大家知道吗 因为其实老实讲 现在全球有四十几个国家 都在朝这方面发展 因为以后的 比如说像重型的工业机具 或者是大型的汽车 我们现在讲的不是家用的电动车 现在电动车都是以电为来源 但是将来它一定要逐步走向 用氢来发电 这样才会真的达到减碳的目的 那大陆的氢气总产量 现在已经到每年生产22万吨了 其实他们是本来设定 2025年达到20万吨就达标 现在已经超标 而且你说超标 但是问题是 大家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说 氢能用在未来的主力能源上面 它分三种 一个叫氯氢 一个叫灰氢 一个叫蓝氢 那坦白讲 灰氢跟蓝氢就是什么 烧煤 烧天然气 那制造更多的二氧化碳 当你还没有达到整个 用氯氢的目标之前 你一吨的核煤烧出来的灰氢 要产生六吨的二氧化碳 那怎么行呢 那不是跟静零减碳的那个目标 完全背道而驰吗 所以中国它现在到年底就会安装 2.5千兆瓦的制氢专用的电解潮了 那这个地方还要讲一个比较悲催的故事 就是说日本在2017年首次提出 氢能化 氢能化电动车以及家用的氢燃料电池 是他们国家未来十年发展方向 结果日本到现在几乎是快要 为什么它面临失败边缘你知道吗 因为它只剩下两家电解钞的公司 因为其他公司都做不下去 这个实在是 这个科技非常繁复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的烧煤便宜 运用那个天然气便宜 可是你要做滤氢 你就要做非常规模庞大的电解潮 很贵 在这种情况底下 中国现在逐步发展到 它在2060年的时候 它就会逐步达到 可能整个氢动能的电力 要使用到30%以上 终于有一天 氢能源终于可以让大家的碳排放量 归零 而且让地球回复到正常的生态 这是人类可以期待的一个目标 我们说这个新能源车里头 蓬勃发板 里面有两大分支 一就是特斯拉他们的那种电动车 那二就是刚才干哥有说到的 丰田 トoyota这边 努力在搞的氢能车 那韩国媒体就指出了 现代汽车的董事长郑一轩 他现在积极邀约丰田张南十月份来见个面吧 重点就放在 现代跟丰田两大汽车集团的合作 那双方都已经在投注不少的资源在氢能领域了 而作为这个新能源载具的竞争对手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他确实对于 轻能车态度是一直都是有点不屑的 他认为效率很差 那钟老师觉得未来交通运输形势会有轻能车的一席之地 这个一般国人听到轻能车就异常亢奋 整个都高超起来 认为充满美好想象 这个能源救星来了 事实上这是一个误解 所谓轻能车并不是说 因为很多人认为 轻不是空气里面就有一部分含量 而且水就H2O嘛 对不对 那不是就是吃水就好 对啊 事实上呢 轻能车它用的是氢燃料电池 必须添加氢燃料 并不像一般这个所谓的特斯拉 或者是那个BRD 它这种充电电池是用完再充的 要加氢燃料 那氢燃料是特别 现在阶段技术是 多数还是从石化燃料来提炼的 所以并不是说从水边来的 那当然 轻能车有它的优点 那事实上去年 2023年年底 在南港的这个新能源车展览 这个Toyota就有进来一台巴士 目前在台湾有市营运一阵子了 那根据现场展示 那时候我看到 它加氢燃料只要几分钟 十分钟已经就加完了 相形之下电动车充电 在一般家用充电柱 通常要八到十个小时 那另外就里程来讲 这个里程来讲 一般那个轻能车 有可能破千公里 那以我刚刚讲的那个Toyota巴士维利 大概有四百五十公里的一个续航距离 但是呢 一般特斯拉或比亚迪老比起是四五百而已 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轻能车呢 沿途只会排放出水而已 那并没有喜欢额外排放 但它有缺点啦 首先呢 虽然它添加燃料输入很快 问题是台湾可以添加燃料点很少 几乎找不到 所以英雄无用武之地 相形之下呢 这个电动车呢 它至少充电柱或家用的充电设备还比较普及 另外一点呢 成本很高 因为根据去年Toyota的报告 那个电动公车一辆要价两千四百多万 是一般电动公车的整整一倍以上 那虽然有政府的补贴还是贵很多 所以要如何普及化进入市场 还是会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那当然啦 刚刚主任特别提到 未来会不会有轻能车的一席之地 我想可以这样思考啦 轻能车跟电动车 我们台湾这边比较偏重电动车 那中国到那边会叫轻能源车 轻能源车这个命名会比较好 因为包含电动轻能还有其他能源 所以是比较 这个名词界定是比较好一点 那么未来应该比较存在说 谁干掉谁这种想法 电动车不会被轻能车干掉 轻能车也不会被电动车给抹杀掉 应该是各善胜场 各有各的一个角色 比如说在传统一般的这个乘用车 可能还是所谓的这个电动车 但是在所谓的长距离 或重车方面 可能就是轻能车 当然最后我们再提到一点 国人对于2050净零排放异常兴奋 认为2050年就不会有碳排放 那是错误的 只不过我们把碳排放减到最低 另外一方面减量 另外一方面透过技术呢 海洋或森林来综合吸收 透过复碳技术呢 把它收集 未来用新科技再来提炼 所以2050净零排放 绝对说 绝对不是说没有碳排放 而是我们把它减量 把它降低而已 是 好当这个全球都在布局 气能发展的同时 我们台湾也不想落于人后 那能源纪也说了 要从发电工业运输为三大应用领域 但是我们这边地狭人酬 然后天然资源又少 在气能发展这条路上 立将军你觉得 我们台湾是必要面临哪些挑战 就以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氢是未来很好一个能源的发展 但是主要是说你后续的技术 怎么样来取得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 就做那个实验 化学实验 就用水 用电 就可以把氢跟氧分开来了 那相对 如果你把氢跟氧 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 它就会释放出电 释放出能量 然后结合成水 道理是很简单 其实这个最简单 国中生他都懂 那为什么做不出来 因为后续来讲 有很多配套说 第一个就是你氢怎么取得 你事实上你还是要用很多的能源 去让这个氢跟 让水分解出来氢 你就第一个 你就要有这个能源 那你这个能源 你是从哪里来的 你如果说是我只能产生 这个10公克的氢 结果我要用20公克的氢 去产生来讲的话 那你就划不来 这个第二个来讲的话 你怎么储存的问题 氢 你必须要有一个储存的东西 就像我们现在天然气 我们运这个天然气 有这个LNG传 那又要用高压 你这么多的氢 你一定要高压 高压相对来讲的话 你就有它的危险性在 因为它就容易产生爆炸 尤其是说我们台湾 这种地方的气候 这个热胀冷缩 你如果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没有很好的焊接的技术 或能量来讲的话 你不能产生这么多的氢 你又不能将它做一个 很好的高压储存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来讲的话 还言之过早 可是目前来讲 以我们台湾现在来讲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孤岛 我们现在能源来得有限 大家每天在那边炒的要不要用核能 对不对 然后这个烧煤 烧食油 就算你用天然气来讲的话 还是会产生碳的排放 所以对于这个环境自然的保护 跟这个人源的取得 其实是两难 尤其是我们台湾是一个孤岛型的国家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个人认为说是对后来讲 从这方面的努力 确实是台湾可以努力 这个一个很大一个方向 铁路运输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建设 而交通产业一直以来都拥有 这个碳排大户的原罪 那净铃排放现在又是全人类 要一起面对的贡业跟命运 那中国这边就提出了一个改善方案 就是氢能源列车 号称是采用轻动力 最高时数可以达到200公里 续航力也有3000公里 并且氢燃料电池反应过程中 只会生成水而已 是真正做到了全程净铃排放 那我就很好奇了 这个东西真的这么厉害吗 如果实际来投入营运 有没有搞投 还是说成本是大谋 其实氢能车跟电动车两个 就是说它其实互相没有干戈 都是可以并行的嘛 对不对 但是坦白讲一句 因为氢能源它的成本是高的 到目前为止 你知道中国它已经达到了 一年生产22万吨绿氢 因为要当作氢能源 一定要用绿氢 而不能用灰氢 也不能用蓝氢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年产氢的总顿位是 3550万吨 绿氢只有22万吨 为什么 成本高 你知道 但是日本从2017年开始 就是要做氢能车 尤其是大型机具 重车要用氢的 不然的话我跟你讲 那个排碳太可怕 到现在七年过去了 进度是零 中国最新的 前几天在德国柏林 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博览会 它推出了Sinova H2 什么叫Sinova H2 整台车都是氢能车 我已经有东西拿出来给你看了 我现在不是只有火车头 它现在先挂四节车厢 就跟渊老师刚刚讲的一样 一节是商务舱 另外三节 它可以试运行的 这个轻车车可以开始试运行的 它说什么 它说它从A跑到B 它现在最大速度不如高铁电能 它只有200公里 200 平均是160 但如果你再减半 时速80公里的话 它可以跑3000公里 它跑完3000公里之后 要加轻啊 要多久 15分钟 就加满 继续跑 那大家会想说 这个太科幻嘛 那讲的是不是童话故事 不是 是 现在大陆它已经做出这样的样车出来 在博览会里面提出来给你看 那就代表它会真的做得出来 而且它从真的做出来到试运行 到营运 到载客 到获利 其实这是一整个系统 这不会是说 哎呀 这个是明日科技啊 这个未来能源啊 其实轻能源 老实讲 在对于这个 就是说很多国家来讲 他们都是很希望就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突破这个关键技术 就像我刚才讲的日本 日本的那个电解潮 只剩下两家 快活不下去了 中国现在是做 做多少 做2.5千兆 哇的那种电解潮 是就最大的 那它能够做这么大的出来的话 它以后做得会更大 也就是说 中国在滤金方面 尽量降低成本 当然现在花的成本很高 可是它如果